Hello 我是Edwin DJI剛剛在CES-2018 推出了一架最輕、最小、 飛行時間非常長的航拍機 叫做Tello 最重要它的價錢只是$779 這個Tello是DJI第一架被稱為玩具的航拍機 絕對不要小看它 它肯定會降低玩航拍機的門檻 跟Spark一樣,一扔起它就自動會升起 看看APP就可以叫它打關斗 可以自動拉高拉遠去拍照 還可以叫它自己騰騰轉地拍周圍的環境 而飛行控制方面就是由DJI的技術做主導 可以飛13分鐘 是13分鐘 在同類型的航拍機來說是非常長的時間 它就用Wi-Fi來做控制 DJI就說它訊號收發距離是100米 由DJI推出的航拍機 當然會配備Fail Safe Protection Low Battery Protection 以保證那部機會穩定安全 在任何情況降落 還有Vision Positioning System 可以保證架機穩定停留在半空中 而在影像拍線方面 TALO會有500萬像素的影像功能 以及720P的拍片功能 還有EIS EIS就是電子防震 會偵測機身的程度 來在軟件上做一些修正 相對的技術就是光學防震 就是直接逆向移動 去做一個物理上的修正 到最後就是TALO最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Program 那你就可以設定好它在什麼時間 動去哪個地方 怎樣動 在發布會上 雖然他們只是展示了一個給小朋友玩的介面 但都同時說明會推出SDK 給用家去Program一隻TALO 以後就算你在家 只要你多買幾隻TALO 就可以低成本地玩無人機的表演 2018年的1月 即是今個月 就會推出市場的了 好了 你怎樣看 DJI今次這隻TALO入門航拍機呢 779這個價錢 吸不吸引到你去買一隻回來玩一下呢 很希望可以在留言看到你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給個like 如果想看更加多的影片的話記得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